假如打游戏试吃饭 儿子回来了 那先打游戏吧 妈妈 我想先学会儿作业再打 哎呀 少了一天学了 都累了 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来 先打游戏 人是甜 游戏是高 你顿不打就饿得好 打完你才有力气 好好写作业啊 好嘛 今天是吃鸡啊 对啊 人家专家说了要均衡 不能天天盯着一款游戏玩 不然会营养不良的 但是我今天想玩农药嘛 先打吃鸡 打完妈妈给你玩农药 谢谢妈妈 妈妈 我饿了 我生的游戏 你看你昨天体检 又中了十斤 每天回来打完游戏 就像猪一样的躺着 能不胖吗 有空就多出去运动一下嘛 没听老人说过啊 打完百步走 活到九十九嘛 哦 拿去拿去 今天你就打这些吧 天知识 小林 人老师分块 就这些啊 这些怎么了 爱打不打 人家专家都说了 要营养均衡 我就是冰尸对你太好 打得燕过胜 跟胖拳这样了 你还在我面前挑 敢胜一个 看我怎么收拾你 小平 你怎么了 救命啊 医生 我儿子这是怎么了 我中午给他选好游戏 就出去了几分钟 回来怎么就这样了 你们家长以后 在选择游戏上 一定要注意 每次虽说无待 但也只是碰巧 你给他找到游戏 都是抄袭的 是根本就没有版群的盗版 所以导致他游戏中毒了 那到底严不严重啊 放心 幸好说来得及时 我已经处理过了 没什么问题 再两天多玩点 正版游戏就好 好 太谢谢医生了 走 小平 咱回去继续玩 哎呀